那严辰老师的最爱是什么 严辰老师的最爱是这个公司的 现在大家要知道 拜登这位总裁 他很尊重这个东西叫做健康 这个公司叫做 这个公司有没有 这个公司突然间很出名哦 有没有 这叫 他的新闻一出来 哇病耶 昨天这一天的 来我跟你讲 机会是什么 昨天 不是昨天 呃 两天前 一定是两天 一天前 这个公司出这个新闻 他讲90% COVID-19 啊 啊 可以 啊 Cure COVID-19的这个药 这个公司发明了 叫做 Pfizer Pfizer这个公司 那 Pfizer这个公司 他发明了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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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的 Vaccination 但是呢 这个 腾功吗 我们还没有看到 他已经 开始 在很多个 医院开始用 很多个 医院开始用 很多个 很多个 我们讲 step by step 已经很多个 state getting secured 他已经卖出去 给其他国家 其他国家的人民 开始 Cure from COVID-19 我们还没有看到 但是昨天 一出这个新闻 这个 Pfizer这个股票发生什么事 我们来看一下 Pfizer 你看啊 你要明白 Beyond这个新闻 Beyond这个东西 What is happening What is happening Beyond 这个 Pfizer这个新闻 Recently Pfizer这个股票呢 啊 他 他 launch 他会 release那个药 他会release那个药啊 给你们看啊 我给你看这个 我的Safari Yes 这个 7 hours ago Pfizer有这个 COVID-19 vaccination 你一按 Pfizer就有了 每一个新闻 就是 就是关于他了 有没有 啊 关于他 关于 他 关 他 每一个就是 关于他 来 那昨天发生什么事 比他的股票 那我们看来看一下 Pfizer 你要讲看 他是不是一个上市公司 你要在这里看 你要在这里看 你看了吗 Pfizer stock price 它的 ticker symbol是Pf1 对不对 你就去这里 你就按Pf1 Pf1 你按Enter Pf1Enter了 看到吗 Pfizer昨天呢 他的股票突然间冲上去 他冲到多少钱 他昨天呢 冲上去冲到这里 42块钱 然后他又跌下来 又跌下来39块钱 来 我现在问你们 如果COVID-19 case 这个Pfizer真的可以帮忙 解决这个COVID-19问题的话 你觉得 Pfizer股票 有没有可能再 冲上去 多过50块 45块 现在他 跌下来39块 那有没有可能 他冲上去45块这里呢 有没有可能 yes or no 大家 tipe in the comment 我们现在不要讲 价值投资 不要讲trader 不要讲charting no we don't say anything 我们用logically来讲 Fizer in Spain Based on 些 reed people in the world reed people oh why i say reed people because they are reed there are reed people 就是说他不知道 他在做什么 他听 他去做的 有没有 就讲 oh COVID-19 fizer 有没有可能 人家会推上去 这个Pfizer股票上去 yes 我都知道 大家在下面 but is it proven 大家注意听啊 Pfizer这种公司呢 是一个 pharmaceutical company pharmaceutical company 它有很大的风险 它风险是什么 如果 它的这个针 他们 它的这个针 它插进去 几个人死掉 这个股票会发生什么事 虽然 它的vaccination 如果很 successful 这个公司 值得投资吗 也是一个 question mark 为什么 when一个公司 他出这种针的时候呢 behind the scene 他做很多R&D 他的R&D cost 到还是低 very high you will never know how high it is 他的quarterly report 他会announce Pfizer 他的R&D for这个COVID-19 vaccination 他已经砸了 多少million or多少billion 他的quarterly report 出的时候 你才会正确知道 这些number 那你才要算 这个工资 他会不会 他有没有 如果再赚钱 那如果 他几时会 recover回去 他花了这些R&D的钱 如果这个公司 他自己本身 还没有开始赚钱 只是股票市场 recost 这些weird people 这些不懂事的人 冲上去的话 但是这个公司 没有赚钱能力 供股票飞上去 迟倒跌下来 你明白我意思吗 袁臣 导师 他跟我讲 Cosh 这个啦 A啦 A啦 我跟他讲 No 我要 stick to B 因为我有我的游戏规则 这个非常重要 每个人要知道这个东西 每一个投资者 你都要你自己的投资思维 投资游戏规则 不是每个人喜欢吃大西了吗 也不是每个人喜欢吃碗炭米 所以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喜欢吃的食物 对不对 对吗 一模一样的 你要投资里面也是一样 我喜欢的股票 不代表袁臣老师会喜欢 明白吗 袁臣老师喜欢的股票 不代表我会喜欢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hypothesis 我们millionaire班在做这个东西 我们millionaire学生在做这个东西 现在老师跟他们讲 诶 这个这个这个 他们不会excited的 他们会 老师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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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信不信 那袁臣老师的favorite是什么 袁臣老师的favorite是这个公司做paypal 你看 paypal这个股票呢 是袁臣老师的favorite 哇 跌到这么美哦 看到吗 超美哦 来看 earnings的时候 earnings的时候啊 11月2号 他earnings的时候 paypal在这里 paypal在这里 184块 然后我用画画给你们看 2号的时候 184块 earnings一positive的时候 paypal飞上去 飞到194块 很多人讲 哈老师我没有买到嘞 哈我没有买到嘞 5.4% 5.4% 来 现在我们来看多一次 现在这个是几号 昨天看到吗 昨天 paypal回来 before earnings的价格 之前没有买到paypal的人 你讲 哈我没有买到嘞 现在你会不会去买 你自己问你自己 大小哈的答案有效 你要懂这个答案 你要会知道这个答案 你不可以乱乱来 你明白我意思吗 你明白我意思吗 那我贴身的话 你应该会看这个EMA了吧 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投资吗 还是稍等 有没有 杨诚老师喜欢这个 yes 他什么策略都有 今天Facebook来就是这样 同学们 take note 这个月市场上 会儿要升降 进去 你需要投资的社会 不要随便乱 这边听 那边 有人给你 Stockpeep的话 千万不要停 因为 Stockpeep是费 明白吗 Stockpeep是费 你要问你自己 or everything before you go in Do not enter because you listen from somebody else No 比如说我说的 他会明白 我讲了过后 你会自己做功课 你才进场 完成吗 那是一件事很重要 明白吗 那是所有的今天 我会见到大家在一个最新的Facebook Live 《Ask for Shilin Kosh》 我们下期见 OK 大家 见到大家 拜拜